请收看维新世界老祖先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天理难分明 今由征慎鬼谷子 一出天下定太平 欢迎收看老祖先机 王禅老祖一经风水祖师 上通天文 下之地理 中通人士 变满三千大千的明阳两界 与众生的心灵 今天我们老祖先机来到了台北中山教室 接受我们访问的就是第八届的学员 杜敏菊杜贤士 杜贤士你好 阿弥陀佛 雅琪师姐你好 阿弥陀佛 我是八届贤士杜敏菊 阿弥陀佛 大家好 是啊 提到我们的敏菊贤士呢 是我们第八届的学员 我们曾经是第八届的学员过 所以呢 其实这算算了大概有十八九年的时间了 真的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没有想到啦 看起来呢 您好像呢 更年轻了 现在有在上班吗 呃 家管 家管喔 那不错啊 应该有带孙子或者是 还没 还没哦 小孩子都还没有结婚 生小孩 还没 哦是是是 那表示更年轻了 但是呢 其实在你个人的身份一提升的时候 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我想要知道一下 虽然说我们已经曾经呢 是第八届的同修过 那你是怎么样进到我们的中门来的 哦 就 席日公司的副总 介绍我们看 《易经风水》 《面面观》 台式电视公司 是 师傅早上在 台式公司 早上六点 播放《易经风水》 《面面观》 嗯哼 嘿 嗯 那个时候呢 其实总共播了 有四千多集 对 所以这四千多集 你都看吗 还是你从中间插入开始看的 中间 中间啦 哦哦是是是 所以呢 其实从这里 跟师傅结缘的时间 以后 你就马上进来上课了吗 呃 中间一年多的时间 刚好那个圆人法师在圆河旅行社 台北《易经风水》出几班嘛 是 是是是 那儿就进来了 哦是是是 然后在第八节就到大安子来上课 对 哦是哦 其实呢 我们就说 结的缘分呢 是非常的深哦 我们所有的全台湾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迈向国际的维新圣教了 其实都是一家人哦 只要说我们有什么法务呢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一家人一样哦 所以你觉得说这么十八九年来像不像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啊 在老主门下的学生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是 那我们当然知道就是说 你觉得进了中门这么久的一段时间哦 改善你最多的是什么呢 风水 嗯哼 诵经 应该是诵经开始 是是 当初诵经也不知道如何的回向 嗯哼 所以如法真的很重要 是 所以我们就一一年开始进入易经风水 我们就师父就有一直在推崇大家要诵经 但是那时候可能也在上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就一路这样子走过来也这样子 大家就说去大家健康这样子 是啊是 所以就这样一路走过来 然后直到孩子也渐渐大了步入社会工作 然后也虽然我们在易经风水里面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内心都不是很平稳这样子 总觉得好像劝缺了什么 是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每次在上课的时候 就是上课之前我们要先礼佛嘛 到大雄宝殿礼佛 然后在礼佛的时候 我会跟着老祖师尊会跟他祈求 弟子也想要把易经风水学好 求老祖师尊慈悲加持 弟子智慧信心力量 他赐我贵人这样子 那这样子讲完之后 老祖师尊好像有听到了 那一个机缘就来跟原济法师 走到中山教室进来之后 看到原济法师很专心 很用心的在传心法 谈谈而谈 然后当下我就觉得 老师是我要找的人 我应该可以好好的跟他 谈一下家里的事情这样子 那我就将孩子 目前所遇到的困境 跟老师谈了一下 那老师当下就说 找个时间到我们家去看一下 那时候你的孩子 是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 工作上 因为他在保险公司上班 然后一直都很不稳定 不稳定的情况有时候 我们看他做到这样这么累 然后会想要他换工作 但是他有他的坚持 他根本就听不进去 他可能对保险业有兴趣吗 对 听不进去 那老师那时候就有问一句话 再这样子做下去 里面你就在这边 你就赚不到钱 你为什么还硬要 这么执着 对 这么执着 然后老师就说 到你家去看一下风水 那时候 就是先把家里的风水 先画给老师看 老师看了之后 就说好 约个时间去你家看 那真的孩子的床位 真的是不如法 所以也经过老师的调整 把它改好之后 然后家里的阳台 前面是南竿 南竿对一个家庭的风水来讲 它是属于 我们风水来讲 它是属于泄财 才会不平安 这样子住家 住里面的人会觉得心不安 是 对 是 那就把前面也把它改好 把孩子的床位也改好 然后老师说 自己造的业 自己聊 然后就 他那时候就有提说 要拜要吃饱餐 是 对 是 是谁造的业自己聊 是你的妈妈啦 妈妈 是你啊 后来怎么样聊法呢 老师有跟你讲吗 老师说 要开始拜要吃饱餐 把家里的风水改如法之后 开始拜要吃饱餐 那时候当下 我们心里真的也是很煎熬 为什么拜要吃饱餐会煎熬 当下就会认为说 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会造成孩子这样 就是 不解 对 对 所以那时候有一阵子真的也是 但是老师就已经 点得很清楚了嘛 自己造的业自己聊 所以 好 老师既然都这么讲了 把风水改好之后 赶快拜要吃饱餐 老祖交代的事情 要赶快去把它圆满 所以 我就在家里开始做 刚开始 把钥匙饱餐 开始要做的当下 那天晚上 孩子就说 他要换工作 哦 这么快 所以那时候我就 渐渐的我信心就出来了 我觉得 嗯 好 我就做 所以 一谈七天嘛 七谈49天 拜好之后 我以为这样子就好了 老师说 听我的 再继续 七谈 那时候我就说 再七个49天 对 再七谈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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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当下 我就说 嗯 已经有改变了 好 我们也希望 孩子越来越好 是 所以当下 我就答应老师 好 我再继续做 那这样子一摆下来 我不止七谈七谈 全部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是 对 嗯 直到老师有一次跟孩子见面 因为他 因为孩子后来有来找老师 嗯 要不然本来是都不愿意的 老师也说你不用讲太多 嗯 你不要讲太多 有时候经过你的话讲出来孩子不愿意 听不进去 你只能默默的做 反而会断着孩子的佛总线 是 他说你不要讲 直到有一天他 嗯 愿意来找老师 我就说那你来找老师 有一些话我跟你谈 你听不进去 那我们也会执着 也会很生气 是 所以后来老师就说你叫他来 结果他真的来了 嗯 老师就跟他讲 老师说 嗯 我们来 就是mess talk 就是男生跟男生这样子 比较好讲 真的老师在这个区块里面 他就是可以这样子跟他好好谈 是 而且他也很愿意谈 直到现在我都 跟他讲说 来上课的时候 老师都会问说 你现在怎么样 然后这样就说 嗯 不错啊 现在静静的都没来揭发上课了吗 还没 还正在门外 当时女儿有先进来了 是 女儿也是因为 她的那个皮肤的问题 是 老师就跟他讲说 你要先送金签布 嗯 是 然后他很认真 真的很听老师 问这女儿的问题呢 我们待会再说 现在你的儿子的问题 嗯 也就是说 现在还在门外看哦 但是你现在这样子 摆了总共八次的前后嘛 八次的这个药室饱餐 摆了一个坛城 这样子你总共 每每一次都49天 每每天都要那一次的药室饱餐吗 对 在祭祖室的时候祈福 要是宝餐 然后是 然后七天七天 全部将近一年时间 直到老祖圣诞 就到今年老祖圣诞 之前这样子 全部 两百多天 哦 是 这个妈妈真的是有心哦 其实像我们摆坛城 来诵经念佛祈福 就是我们的 这个祈福相岸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这些的贡品 其实是相当的简单 但是相当的庄严 里面的含义更是非常的深 但是呢 也就是说 老祖并不是要 我们花很多钱 去做很多的事 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花很多的心 用心 这叫做我们老鼠最妙的 一种老祖的心法 因为进了中门这么多 你知道老祖是这么样的慈悲 那现在你的儿子的情况 现在有没有找到 其他的工作了 他目前在一家日用品 就是生活日用品的 那个公司当业务 然后他做得很开心 因为老师那天有问 我就跟他讲说 他现在当业务 他说很好 因为之前老师就有跟他 就有提过 他适合当业务的 竹雀奇才妈 但是还是一直都听不进去 这个小孩现在几岁呢 三十初了 三十初啊 三十初那没有关系啦 社会历练是其实还不够的 加上他现在这么早 就跟我们的中门接触 妈妈这么样的有心 我相信潜移默化 在他个人的这种心念上面 一定会转变的 这就是你伟大的地方 不关系 老祖斯敦的威德里 是是是是 所以这个小孩现在目前 也是在转换当中嘛 真的是可喜可贺 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说 你女儿的问题啊 女儿到底身体上有什么样的问题吗 就是白斑 那时候以为是那个水痘 它是一开始是水痘 然后皮肤会发痒 然后看了医生 医生说 嗯这个好像不好 就会起水痘水痘这样子吗 一开始是水痘 然后会痒 痒了就好了之后 结巴之后就掉了一个白白的 从背部开始 就是变白色的 对 然后就是扩大 然后这中间我们找了很多医生 各有各的妙法 但是 医生都是说白斑 对 那没有其他的叉叉药啊 打打针 没有什么妙法 就只有叉药 是 叉药膏 叉药膏 对 那一直都没有 但是他也 就像我女儿自己讲的 因为我自己遇到问题 我不晓得要如何去找 那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姻缘 我说 刚好就是这样一个姻缘 找到元气法师 他就跟她讲说 因为元气法师就跟她讲说 带你女儿过来找我 然后他就跟她讲 你送进一千步 你先送进一千步 然后我女儿就先送 到了快一千步的时候 她就要找 老师你不是说过年后再来找你吗 然后她又来找她 老师讲的 什么时候来找她 什么来 她都照着约定来 然后老师就跟她讲说 应该可以找天衣 所以那时候 她说你回去张挂 能不能找到天衣 天衣在何方 是 然后挂张来的时候 天衣在六摇 是我在南方 所以那时候她就说 可以找郑医师 所以当下我们就把 这边医生也是元气法师介绍的 对 然后就是我们当下就把她的照片 身上有的白斑的部分 把它拍下来 然后老师在跟郑医师联络 然后郑医师有看过 他认为可以可行 所以我们现在从去年 已经这样子陆续超一年 有没有进展 有 那这一师当下 我们去找她的时候 她说你怎么会来找我们 你怎么会来找我 我说老祖 我们有经过老祖的指示 我们有张挂 是 然后元气法师介绍过来 是 然后那时候女儿的房间的风水 也是不如法 是怎么样的不如法 床位门冲 然后书桌也摆得不如法 然后元气法师就马上把它改一改之后 她说风水改好之后 你要好好准备考试 因为女儿是七才知识 根本就对念书就不是很有兴趣 但是老师就跟她讲说 你就是往这方面去发展 但是我们也有张挂 公职 考公职 考公职 然后我们有张挂 老师说你回去张挂 那我们有张挂 张挂之后就考护证 所以老师就说你开始准备 那女儿真的就是很认真 本来她念书就是属于有看就好了 真的很认真 今年在2月15号 正月15号 12月15号考完了 是要等待成绩 然后在考试的去年 去年开始准备 摆完又是保障之后 接着就是祈福箱 祈福箱也是摆到考完 是 是太好了 太好了 所以其实我们常说来上课 与其说是来接法 我们研究法师常常讲了一句话 来我们上课来上一经风水的课程 在老祖的座前 我们岂能不诵经啊 诵经真的让我们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们可以呢自己的原神光强广结善缘 所以孩子不听话 身体不健康或是家庭不和谐 事业不顺 诵经可以广结善缘 让我们的贵人可以浮现出来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佛报 而不是因为诵经 你就可以发多少财 你还是要有各剧方面的专业 不过你刚刚提到了 我们的冤记法师 因为他是做大生意的人 做了生意来来往往 生意的钱都是很大的 但是他给你们开的条件 就是说诵经千步再来找我 这个对某些人来讲说 一千步耶 怎么可能啊 但是老师一开口 也就是等于 他遵循我们老祖师尊开口说 你诵经千步就来找我 其实我们每一位法师 都是跟随着师父 学习义经风学妙法 二三十年以上了 所以师父又是跟我们老祖师尊 是天人合一啊 所以就等于老祖开始说 你两千分才来找我 果然你只要安排 照这样做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 你可能有更多的宽广的层面 在等着你哦 所以现在儿子也改变了 你女儿现在也等待这个家训到来啊 可能就是啊 考上了公职的人员啊 这是个好现象啊 不过这当中啦 妈妈真的是要花了很多的心思啦 所以你觉得这样子 自从你开始接法到现在 也是十八九年了 十九年以上的时间了 你觉得这一段时间哦 你最大的欣慰是哪一些的改变 让你觉得说你的付出的辛苦完全没有关系的 得到了好的代价 也因为有老祖师尊的加持 有老祖师尊为得力护佑 开启了我们的智慧 因为我们有努力送金 努力帮老祖做事 我觉得在当下的想法就是 我们求一个平安 是 好好诵经求一个平安 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嗯哼 儿子现在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是 我们也比较安心 是 女儿的工作也比较稳定了 然后先生现在渐渐的也在诵经当中 有努力在诵经当中 以前没有吗 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努力送金 今年 在去年七月 他带我去大安市三课的时候 他突然在车上跟我讲说 你今天晚上下课的时候 可以教我送天的经吗 我当下听了之后 我都不敢多说话 然后我说 你是后会听错了 我帮你写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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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在陪着他诵经的时候 我念错了 我都不敢出声 也不敢笑 我在说给原济法师听的时候 他就说 你不好笑 也不好说话 文书帮你笑 没问题 但是你不好 不要去给人纠正 都不要 所以这样持续一段时间下来 我不管怎么样 我都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把文书写给他 每一天 直到最近 公公来 上台台北 要看医生嘛 那我就比较没时间 他竟然自己写文书 这些事情就很自然的转换到他的身 太好了 太好了 然后就是每天一定会送最少两部以上的甜的 你太忙了 然后自己写文书 超红感恩脑筑失证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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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想说哪一天把先生也引到我们中山教室来上课 应该快了哦 是 是啊 讲了大家都不讲话 所以我也不能再讲多讲话 因为永远期法师说 有时候是姻缘 你就让那姻缘渐渐成熟 所以我现在在跟他说 有时候法师会说什么 我就点到我就不再多说 是 所以他都点点听 我感觉这样就已经不错了 对对对 以前会给你反弹一下吗 不理 不理 像你上次说 从很早就开始上第八届了嘛 对 那时候会有不理的情况 看你这样子 没有讲太多 就是你上你的 他听他的 是 然后之前就是师傅不是有那个文书 需要大家多诵经吗 因为他有习惯是诵心经 然后我就说 不然我帮你写文书 你来诵心经 结果他也都不应哦 都不要 那好 那这样也不能勉强 是 直到后来他自己开口了 所以我不管再累 我都会帮他写一张文书 是 现在大家在家庭里面 因为这样算一算你一家是四口了 大两口 小两口 就刚刚好是一家人 那大家就这样子 跟着我们的老祖师尊来学习这些妙法 诵经的诵经啦 那可以 儿子有诵经吗 目前他只是听听 还没有 非常好 非常好 可以受到你们的感染 但是呢 我相信有朝一日你的儿子也会进来上课嘛 那现在上课的时候 哇全家都可以这样子来接妙法 真的太棒了 所以你的辛苦 看看你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段时间来 你有办法这样子把家里整个呢 可以说因为诵经的关系 因为你心诚啊 老祖这么慈悲 这些妙法你都用得上 那这么样的慈悲 让你家里做这么样的改善 那我也希望就说你现在是在我们的中山教室在上课嘛 那也希望呢 这佛度有缘人嘛 你可以呢 邀请更多的人 大家一起来加入我们学习的课程 让我们的老祖的先机呢 有更多的弘扬好吗 安心心安要妙法 心安境界从妙法 真实安心要上志 经法无上此心中 唯心圣教妙法有 大家来学义经 家庭圆满一条心 感恩阿弥 这是你想讲的话 而且这几句是你自己写下来的 老师上课 老师上课的时候 对 我知道我们的原济法师呢 她上课非常的有心哦 尤其是雅琪在初级师班上着教室的时候呢 她那时候都会提供我一则我们师傅的法语哦 最近可能忙了 她我也不敢要求说她一定给我 但是她很发心的 她说她每一天发一文给我 就是每一个礼拜 让我在上课的时候呢 给学员们呢 他们呢 多做这些心法的交流 我觉得非常的感动哦 因为真的老祖很慈悲 我们的法师也很慈悲 雅琪上课的时候啦 也有很多的这些法师们 对雅琪帮助很多很多 真的在此我也借这机会来感恩哦 当然就是说 你在这里上课 我们都在老祖的做情 我们一起来共战 我们王禅老祖教祖天威 王禅老祖 养贤蓄财 天下太平 故我起手顶礼 阿弥陀佛 今天要谢谢啊 这个敏菊师姐啦 因为家里呢 劳心劳力的都是你啦 但是老祖看得到 也知道你的用心哦 也回馈了很多 你的这些信心力量跟智慧 有朝一日 我相信呢 家庭可以更圆满 祝福你啦 感恩 阿弥陀佛 同时也感谢收看老祖先机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王智呢 阿弥陀佛 天怡 阿弥陀佛 万光维心 祝福生 万物相传 遥根远